哎呀啊 我们又叫了一个小摩滴 OK, let's go Chinese 就是怪兽和他朋友嘛 他们在那个 兰门岛玩了两天 今天呢下午回到巴厘岛 说这个在岛上也没吃好 说晚上一块聚个餐 我现在呢 不是搭了个摩滴去找他们嘛 刚好赶上 下班高分期 这个点的巴厘岛 那真的是 摩托车都走不动 别说汽车呢 这个摊摊就是我的 专门买水果的点 它这边是卖的 炸的东西 那边是卖的水果 水果汤 熟了 我刚才在那买的水果呢 几公里有的多 在印尼很多路口都是没有红绿灯的 全靠大家自个自觉 呵呵 不过 他们 你别看摩托车骑的快 或者摩托车多 真的不出事了 我在印尼混了这么久 包括马来西亚也骑摩托车 我从来没有说是见到哪个摩托车 图个事故 真的没有 那都是高手 每两把刷子都不要在这儿骑车 是吧 yes 好了 到了 他们就住在这个酒店里边 这个酒店也是蛮不错的 四星级酒店 应该是25,000吧 哦 这也是个四星级酒店 现在前台在打电话 给怪兽确认我的身份 OK OK 谢谢 哎 突然还觉得不是大家太富裕 主要原因还是我太穷 呵呵 上一次呢 去过五星级是吧 呵呵 找朋友 这一次面对这四星级也不激动 知道吗 哎 我还是跟沉默呀小张哥呀 这样的人一块玩 比较自在一代 主要原因就是 大家都是穷掉丝 哇 这个 这个房间可以 在玻璃上还得欢迎一下怪兽 你看一下 这怪兽的房间 突然间确实是 比岛上那个环境好多了呀 这个 关键它没贵多少 然后就是人家给生了个最好的 这应该是这个酒店最好的吧 定的就是起来房 这个酒店最好的就是这个房 我看了 哇 这外边有个大浴缸 按摩浴缸好呀 是 可以 可以 哎呀 还知道送个小糕点 来来来 一人一个 这是紫薯啊 这个是 我们两个在这 看这个关于摩洛哥的纪录片 好了 我们三个人出去找个餐厅吃个饭 也就两公里啊 烤猪排 烤猪排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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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是这种烤猪排 这边是牛肉 这是牛肉 为什么它画个猪头呢 对啊 这写着毕符给啥 画个猪头 是不是 我们决定点上两份这个600克的烤猪排 再加上两个小料就行了 沙拉吃哪个 随便一个就行了 来举个杯举个杯 海外相聚啊 嗯 嗯 我喝的是菠萝汁 它这好像不是现炸的吧 是吧 在墨的一般都是现炸吧 我感觉 对了 绝对兑水了 那水 兑了好多水 不兑水也不可能 不兑水 因为太轻了 来看一下 这就是600克的烤猪排 两份先 一个沙拉 一个土豆泥 这个土豆泥绝对是 有点坑 土豆泥是30万 30万还是40万 那你3万多 30k 最重要的质量跟烤玉米 也是30k 35k 对 我就这样切大块了 对切大块 小块太秀气 对 对我越往右越大了 嗯 就是巴厘岛啊 就这个烤猪排真可以 巴厘岛的猪肉还是比较 爽的 是吧 别的地儿不好吃到啊 好 你们昨天吃的啥 昨天吃的也是 原来这种 阿哥 烤猪排 但是烤的特别特别 感特别特别 那是在岛上吧 可以打岛上 看一下 我刚刚跟怪兽还说 我们在乌克兰都吃过那家烤猪排 乌克兰那个利沃夫那家烤猪排真可以 最爽的烤猪排 我那时候专门走路去老远找他 而且是便宜 这个还蛮贵的 他这个烤猪排有不错 这个还有点感觉有点辣肉的感觉 而且这个肉堵 这个肉堵 可能我刚才吃了小块的原因 他这个 翻下来划100人民币了吧 葡萄 葡萄90多 90多块钱600克 有足够有税呢 可能有足够有税我觉得 这个差不多真的能吃肉的一个人可以吃 我觉得我能吃一份半 我应该也能吃600克 问题不辣 就这个人少 600克里面二是滚松嘛 这巴厘岛印度教随便吃猪肉 别在这吃个猪肉 对 你想吃个牛肉还不好搞 印度不吃猪肉吗 印度不吃牛肉 印度人肯定吃猪肉 味道不错 其实啊 三个人差不多就是 两份的量 再多了根本扛不住的 你看你把这一大块吃完 我估计你也倒了 我都不免 真的都吃完我觉得 我这一块也是 也就差不多了 我也就倒一小块了 因为这毕竟还是纯肉吧 这个 真的没什么骨肉 对 量有点多 还是 因为它就是属于一个一份不够吃 两份有点多的状态 那个洗漱用品是吧 这肯定给它拿走了 嗯 你这可以 要堵着可以 你再踩一下 好了 我把这三个人给它顺着 你 你 你 对 没有你看看有没有好拖鞋 好拖鞋的话我顺走 啊 有没有好拖鞋 应该没有 我看见了好像就是普通拖鞋 普通拖鞋就算了 现在呢 我在 给这个官授他们讲 如何从这个巴厘岛的登巴萨 坐这个公交车 你看 就是这个 这个位置啊 这有一个公交站 就从这儿 就可以找到车 坐大概四个小时 坐到这个巴厘岛的最 就海峡这边叫吉利马尔克 其实就是轮渡过去 对对对 然后你 你到吉利马尔克坐轮渡 四十多分钟过去 过去以后就到酒店住下 到外南梦 然后就在这儿抱团 那个 你跟那个老板联系 我不是把电话发给你们 他们准备 也去一下一针火山 我只能到这样 只能全到这儿 我感觉问题不大 他这个腿也是摔伤了 你看 在这个 你说这样我就能去爬了 对 潘尼达到 你看 我一走你看 腿还摔伤 关键是之前还说这个路 骑摩托车很轻松 哈哈哈哈哈哈 路很破 一定要包车 我说都是坑人的 结果自己就 哈哈哈哈 这就是 这就是不听劝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所有人看到我的这个视频 都非常想去以这个火山 哈哈 因为我去的时候 刚好这个火焰非常的壮 你知道吗 回来了回来了 就是刚也没电了 就赶紧的回来 我也让聊天聊到10点钟了 因为我明天早上呢 9点飞机嘛 7点多就要起床 赶到机场 所以说我还是回来 赶紧的工作一会儿 把那个忙的事情 该忙的忙完 旅行就是这样子啊 你这一个朋友 介绍另一个朋友 然后认识更多的朋友 这样子 因为朋友多了 路好走嘛 是吧 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呢 是吧 也就是什么 帮忙带个东西 然后 然后各种 各种信息啊什么的 都能 人家 及时的了解到 就最有价值 最有用的信息 这就非常重要 因为你在环球旅行的时候呢 真的是 一直在收集信息 整理信息 然后在分析信息 就这么一个过程 非常锻炼人的 环球旅行嘛 我明天呢 肯定是 百分之百能飞 你知道吗 就是上飞机 然后能搞落地钱 我也看了一下 这东地文真的是 一百多万人口 嗯 然后 就是 它全国 可能 非常落后 感觉 感觉比这儿落后太多了 就是 你在巴厘岛的感觉落后的话 你到东地文去呢 感觉就是一下子回到了 可能 巴厘岛的二十二十年前 那种感觉 真的 非常落后 我订了一个酒店 你知道吗 我感觉那么破 像我住的这个好酒店 72人民币 我订了 那个酒店 还不如这个酒店呢 还不还不如这儿啊 还要二百多块钱 我估计 我也就是在那玩个四五天 感受一下就差不多了 因为那国家真的是 不要有太高的期待 反正我现在目前为止是没期待 嗯 然后紧接着就是去澳洲 然后 现在是 新西兰的签证呢 查来查去的 他都是在准备申请 也没问我要任何资料了 就是补充资料也没问我要 可能就是一直排队等吧 嗯 想的是去 本身那时候想的是 在澳洲或者新西兰 申请一个美签 看市场申请美签 看能不能再去一下 就是美洲那边 因为有了美签 去南美洲很多国家 都是免签的 是非常方便 最后一查呢 这个澳大利亚的美签啊 就是现在啊 现在啊 排队 排到2024年的7月 就要排300多天 然后新西兰的美签呢 朋友帮我查的是37天 那么我就最有可能是 入境了澳大利亚 然后一旦拿到新西兰的签证呢 我就立马在网上提交申请 就是去这个新西兰 那个奥克兰那边的 美国大使馆的面试 就这样子 大概可能预约个两个月左右吧 要是能成功的话 到那边去 刚好到新西兰 然后能把这个美签看能不能申请一个 这样子就能去更多的国家 现在就这么一个打算 好了 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结束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拜拜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 我们在这些新 优佐 网集光 在这些